影片开始,一对新人在教堂举行婚礼 婚礼结束后呢,其他已婚的姐妹都说好想重返单身 这在单身的承美眼里看来啊,简直就是在嘲讽自己 接着她问起了闺蜜的感情状况 闺蜜幸福地说自己昨天刚被求婚 接着呢就赶去赴未婚夫的约了 只留下承美一个人独自惆怅 这时一个眼镜男来到承美身边 眼镜男递给她一张名片,说自己是模拟婚礼公司的 专门为想结婚,却没有自信和男性一起生活的女人而服务 可以帮助女性提供各种身材、样貌和职业的老公 模拟婚礼时间仅限两天 经过考虑之后呢,承美选择了一个经济仓的男性 经济仓呢都是些自由职业的年轻男性 年收入相比商务仓低很多 承美选中了一个叫大雄的男人 很快呀,他们开始了围棋两天的模拟婚礼 承美呢也住进了大雄的家中 虽然大雄的经济条件不怎么样 但是大雄呢十分体贴 并且每天都会为承美准备美味的爱心便当 下班的时候呢也会贴心的欢迎她回家 俩人一起看电视一起笑 晚上大雄还会为她按摩 累的睡着的时候呢 大雄会为她贴心的盖上毛毯 承美感到十分的温暖 她问大雄都在做什么兼职 大雄回答说帮别人搬家以及在便利店打工 她有一个梦想 她相信一定会出现的 短暂的两天呢很快就过去了 大雄和承美的夫妻关系也就此结束 眼镜男问承美感觉怎么样 承美回答说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眼镜男问她要不要试试商务仓的男性 现在呢正好有位银行职员空着 于是承美又去到银行职员的家中 谁知道一进去里面乱成了一团 并且一个人眼也看不见 这时银行职员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问承美做好饭没有 承美表示自己也是刚刚到的 银行职员就说要带她出去吃 不过因为要还贷款不能奢侈的吃大餐 第二天承美就将家中收拾的干干净净 并且做好了早餐 银行职员夸赞了一番她的手艺 但是因为要出去应酬 所以周末也没办法在家里陪她 承美接受不了这样的婚姻模式 于是呢再次找到了眼镜男 眼镜男又将头等舱的一位资产家介绍给她 就这样承美成为了父太太 但是凡多的酒会将她累得半死 资产家还擅自做主帮她请了个假 不准她去上班 只要她一心陪着自己 还说自己的钱都用不完 根本就用不着工作 承美对此十分不适应 于是呢问眼镜男 能不能再和大雄模拟一次 但是眼镜男告诉她 大雄前几天已经退出了 失落的承美跟闺蜜诉苦 自己竟然会喜欢上 比自己收入海底的打工仔 闺蜜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 而是为人 她的对象呢也是个穷小子 但是和对方在一起啊 她感到十分幸福 承美觉得她说的十分有道理 晚上承美在公园里遇见了大雄 没想到夫妻身份的俩人略显身份 大雄说自己之所以辞职 是因为有了真心喜欢的人 继续做别人的老公会觉得十分痛苦 而她喜欢的那个人呢 就是承美 承美听着大雄的告白啊 十分高兴 之后呢 两人恢复了之前的相处模式 女主外男主内十分融洽 但在承美去上班后 大雄打了一个电话给眼镜男 说她的梦想成真了 镜头一转 来到眼镜男这边 赫然是一个厨子培训班 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模拟婚礼公司 而是一个家庭主妇养成所 专门为那些不想工作 梦想成为家庭主妇的男人实现梦想 结合之前发生的一切 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 什么银行职员资产家通通都是假的 甚至连闺蜜的男友 也可能是出自这个培训机构 简直是一条流水线 虽然大雄和承美相处起来最舒服 但如果你的对象是来自这个机构 你会不会坦然接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